李先生一家 自從我們二千年搬來這裡住之後 到現在我們都在看醫生 第一次去看他 看完之後覺得這個醫生都挺好 挺懂得關心病人 看完一次之後 看到小朋友出生 頭暈生氣、發燒 我們第一時間去找他 昨天想醫生不在 頭暈找一間街邊醫生去看 但見他診症的時候好像不太肯定 問三問四 看出來之後拿配完藥 我真的不敢吃 之後再看回去 李先生中風 大約五年前 我在公司上班 晚上開HOT 突然之間個人覺得很暈 那些同事見到我們就不對勁 幫我打了三條狗 就叫了一把車送了我們去 綠燈寺 我們差不多在這裡住了 三至四天左右 醫生都說要給我建議 我們去照慈禮感染 那便去了私家醫院照 照完之後 拿報告 就發現 在腦子裡有兩條血管 有少少陰影 即濕了少少 那醫生就說沒有什麼 那我本人就不太放心 後來拿了一些報告 和S-ray給了林醫生看 就讓林醫生解釋得詳細一點 那時候政府有做廣告 就說可以登記電子 上網電子 檢查病歷 外面的家庭醫生可以看到 你是政府所檢查的病歷 那我登記了 叫我給他一個密碼 他可以上網 即是在診所上網 可以看到我之前的病歷 和那個在政府醫院 幫我檢查的所有問題 看完之後 他都給我一個建議 或者是告訴你 多些做運動 一家人 看慣了他有了你的病歷 有紀錄 那不會每一次 又要當是一張八尺 從頭來過 你看看那個家庭醫生 他不是當你是一個 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即是好像 大家一家人 認識他關心你 他不是只關心你一個 他差不多是 可以關心你整家人 大家都有一個信賴 即是 我們信得過他 就去看他 我本人 我不是很喜歡 經常都轉醫生 因為你看開他 因為他有你的記錄 你不用 每次去到別處 你又要提醒那個醫生 例如說 我有什麼病 如果你看開那個 家庭醫生 他都會知道 你本身的病歷 以及你本身 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問題 他自己都可以 立刻幫你開藥 或者是 去診斷你的問題 在哪裡 他一直都在 頂著 有時候 我們看見 就 我 有時候 有時候 浬